字幕提供 今天是2023年8月7日 前日我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講老高與小末的抄襲事件 結果我被人批評 我被人批評是甚麼呢 第一我是幫老高洗白 第二是說我對老高的批評並不嚴厲 但對其他人的批評很嚴厲 為何對他不嚴厲呢 是否因為自己偶像 這個必須承認 因為我有訂閱他的YouTube Channel 而且我是會員 可能因為長期聽他們兩個 覺得有一些感情都不奇怪 這會影響到我的客觀性 所以我在那段影片一開始 我講明了這件事的背景 這是難以避免的 但我有時不斷會想 會不會因為某些原因 影響了我的評論呢 我今天可以詳細講一下 我評論的時候的標準 其實前日的影片 16分鐘我分了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介紹他的背景 以及他拍影片的情況 他現在有580多萬人訂閱 但有人攻擊他 男廚媽媽攻擊他 說不可能有這麼多 最多300多萬 我就懷疑 應該是不可能有假訂閱的 因為YouTube 早幾年 早五六年 有很多假訂閱的 但是那些假訂閱 近幾年 我經常每隔幾個月 就收到YouTube一次的E-mail 就說會清洗假訂閱 為什麼要清洗假訂閱呢 譬如說有些是用VPN的 其實用翻牆的 YouTube都查到 可能是不尋常的 所以有些網友就說 我明明訂閱了我的頻道 為什麼突然間沒有了呢 可能是有影響的 譬如說以前有些公司 專門幫人買一些 菲律賓、非洲、印霸地區的帳戶 找他們那些相對廉價的勞工 然後開十個、二十個帳戶 即是訂閱人 那是收費的 以前有些這樣的東西 YouTube、Facebook、IG都有的 近年大數據演算法厲害 所以可以清洗這些帳戶 我也不排除有部分是假的 但是如果有兩百多萬是假的 我相信YouTube是會查到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我對老高的評論 我認為他的資料是假的 很多時候是假的 是錯資料來的 他故意這樣做 就是為什麼呢 他將很多一些 所謂的都市傳說 或者圓幻資料 比如說外星人 是否來到地球做基因改造 人類是基因改造 人類和進化論好像格格不入 會不會好像是基因改造而來 他會將這些所謂的都市傳說 或者一些圓幻的說法 就說成知識 包裝成知識 或者將其他知識 以及一些圓幻的東西 比如說我以前批評過他 我以前拍的影片是說山海經 我說老高說山海經 和我對山海經的理解完全是不同的 因為我們是一分材料一分話 沒有材料不說話 我們說山海經 就是根據山海經裡面的資料 譬如說 這個 馮來仙境在哪裡 昆倫在哪裡 我們現在根據山海經去考證 根據歷史地理的方法去考證 喂 可能以前說的昆倫 其實是在山東的 有機會可能是泰山 或者是一大的地方 我們就會根據這些方法考證 但他可以說到很圓橫的 昆倫是先驚 昆倫是外星人住的地方 他們會用這些方法包裝 我以前拍過影片批評 但我覺得無妨 因為他的設定 他講明說書人 是講故事 好像以前的茶樓 清朝明朝 講故事人 你不可以對他要求那麼高 當然了 因為現在他很紅 有五百多萬訂閱 而且他付費會員是很多 我當他有五百多萬裡面 有一個percent是付費會員 這是很了不起的 如果五百多萬有一個percent 有五六萬人是付費會員的話 Youtube channel的收入 是可以很豐厚的 五萬人每人每個月給幾元美金 已經是很厲害的 一個月的收入 等於很多人做十年的收入 其實可以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曾經對他批評的地方 但我覺得要寬容一些 因為他始終不是一個學術人 因為你對別人的批評 你就要看場合 譬如說論文抄襲 論文抄襲的定義是怎樣呢 如果在學術界 十五個字是抄別人 而不去改寫 不去引用注釋 這個就叫抄襲 所以我對大學生 我批改大學生的論文的時候 如果他是碩士和博士生 我會再嚴格一些 如果是本科生 degree 我都會相對給他們尊容一些 但如果改中學生的文章 我會再寬容一些 如果中學生抄襲 和大學生抄襲 我對待的方法不同 如果大學生抄襲 我會要求他重做 中學生抄襲 重做法流堂 可能是這樣 大學生抄襲 如果嚴重重做 甚至乎將他整個科 要重考重修 這是很常見的 如果碩士博士生抄襲 可能會開除他的學籍 這就是對於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情境的差異對待 所以老高他們是YouTube Channel 只是限淡的 我對他抄襲的評論 比較沒有那麼嚴厲 這是事實 雖然我說 對他的資料錯誤寬容一些 這是我的評論 我的看法 而我不是說對他的抄襲是寬容 我只是說對他的抄襲 我不是批評那麼嚴厲 我在影片第14分鐘開始 我有批評他 可能有些人沒有聽到第14分鐘 第14分鐘我評論他 我就說 如果你是看兩三篇資料 自己消化完讀出來 解釋一次 那就不是叫抄襲 你自己用匯貫通消化 如果是學術論文 觀點都要引用別人的 所以我經常在影片中引用別人的觀點 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嚴格一點 我就會引用別人的觀點 我說余英時教授怎樣說 陳仁卓教授怎樣說 但我經常這樣說 那些人就罵我拋書包 我會拋書包 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不是學者 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他似乎是逐字讀的 而且他的回應 現在delete了 他兩篇回應都delete了 而他的回應是絕裂的 我就說他失了方寸 我說他失了方寸 但是有些人說 我這個批評都不是很嚴厲 因為他很明顯是將別人的影片 翻字過字 他說他的影片有七千字 但是別人的影片只有二千字而已 那你二千字翻字過字 都是抄襲來的 另外那五千字就是發揮 這個可以理解 但是那些二千字 如果連語氣和節奏 都是模仿別人 這個就很明顯是copycat 是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我當時的影片 是說過他不能夠接受的 但是我的語氣比較寬容一些 我認為不需要太過嚴厲 批評我就算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這個很容易理解 很像李怡在2015年的時候 被爆抄襲門 李怡是一個香港很資深的評論人 他是七十年代 創辦七十年代雜誌開始 他是去年過了生 他過了生 他有一個遺作 就是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 我買了但是我還沒看 這個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 在他過了生之後 台灣的出版社幫他整理出版 你現在2015年的時候 就被一個學者 叫做王偉雄襟擊他 找出他是抄襲的 而找出他抄襲的 其實那篇文 我自己詳細看過 真的是抄襲的 我完全全是抄襲的 那麼他的篇文 就是叫做 順勢而行 還是以理抗勢 是抄襲網上的一篇文 叫做 失控美國的問題 世界的難題 那麼這個王偉雄 就逐段逐段對 那麼他是 抄襲的程度去到九成的 當然 李怡就有自己的發揮 但是他是抄襲的 當被爆了他的抄襲之後 李怡就回應了 他說他是抄襲慣犯 但是他承認他是抄襲慣犯 而且抄了幾十年 那麼李怡還很強勢地回應 他就說 如果你想看別人引用出處 那些你自己看學術論文 那麼這個李怡的回應是絕裂的 和老公這次的回應是絕裂的 老公就說是 他絕對不是原創的 那麼一加一等於二 都不是原創的 他說不是原創的 其實和李怡的回應是一樣的 但是我對李怡是有批評的 當時2015年的時候 我認為他是抄襲的 那麼 那麼 而且他的回應是絕裂的 說自己公開承認了 自己抄襲了幾十年 那麼你首先 吸收別人的文章 看完 用回自己的文字寫出來 如果是報章寫出來 因為他不是學術論文 是寬容一些的 是不需要太過嚴厲 不需要立刻DQ他 蘋果日報當年不需要立刻開除他 我覺得不需要 那麼你承認了就可以了 最好就是引用出處 就告訴別人 我是參考哪篇文的 而更合理的就是 用自己的文字完全寫回來 只不過 文句上是寫回來 最好 觀點上你說 我看過這篇文章 就可以了 這是我對李儀的看法 也是我對老高的看法 只不過我不會嚴厲攻擊他 因為我批評了他就算了 當年李儀也是這樣 現在老高也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向認為 對於沒有公權力的人 李儀和老高 他們影響力很大 一個就是報紙專欄影響力很大 一個在YouTube上影響力很大 但是他們始終不是政府有權力的人 不是一個有公權力的人 所以我從來對沒有公權力的人 我批評不是這麼嚴重的 譬如說以前陶傑 很多年前 十年八年前 在陶傑那些專欄 有些寫得很過份的 錯誤很過份的 我都有略略地說一說 不是這樣的 我不需要挑毛病 然後就抓住毛病 不斷罵他 因為他不是一個有公權力的人 當時的拍檔蕭若元 可能就不斷罵他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很嚴厲對他的攻擊 因為如果是梁振英寫 或者是其他人寫 可能我就會有嚴厲的攻擊 因為他們有公權力 二、三、八、五、六百萬人看的 所以廣告收益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大量的搜集 好像他說這樣 七千字的文章裡面 七千字的影片裡面 有兩千字來自一個單一的資料 其實一定是需要引用的 一定有 因為譬如我也是創作者 我有時的影片都會給別人 拿了我的觀點 拿了我的觀點 有些觀點是很原創性的 他們完全是不提的 那個credit 這個當然我會不舒服 第二 如果別人大量引用而不提的 最好就是付費 譬如說他有大量的資料 是來自某一些日本的網站 應該要付費給別人 對知識產權這樣才會尊重 所以譬如說有一些人 教科書教材引用我的 要不就寫我的名字 要不就給錢我 我以前也試過收錢 幫出版社出版教材 參考讀物 或者那些exercise 我是不出名的 他給錢我就不出名 要不然你就要引用我的名字 這個就是對知識產權的尊重 所以李兒和老高 最大的爭議都是這一點 而他們的回應 都是太過強勢 李兒就說我是抄襲慣犯 老高就說我承認那些 都不是我原創的 如果你要原創請而欲報 這些是惡劣的 現在我最新看老高 就是刪除了他們的兩篇 我認為他失了方寸 我兩天前已經用了這個字 失了方寸的回應 而他拍了一段會員的回應 但是人就會這樣的 你就是往往做任何事情 都一定有人不喜歡你 所以譬如說 在那個影片前天 我就說自己是知識型的平台 我對自己的要求嚴格 所以我就會經常引用 會說人名 那些人就說我拋書包 然後那些人就說 發笑 聽到我說我自己是知識型平台 是學者 我是不是學者呢 就不到自己去說 一定是有客觀的證據去說明 譬如說我在2018年 我拿過中國大陸的中國經濟史 一等著作獎 這個呢 即使後來我病了 我長期請病假 去到2021年 2021年中國經濟史的商聯學會 他們去介紹現在歷史學研究 經濟史上面 都有一段是這樣寫的 在歷史學派的研究取向上 有幾個學者 山東大學教授 劉玉峰 唐代賦役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順艷 以這個的 誤潛 在慶源治理中的財政制度 如何成為國家手段 華中師範大學的近代史研究所 藝文響教授 以財政、民生主義、民族主義多情 多重角度考證這個 國民政府前期的行為 此外 中國的社會科學院 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張國王 對於這個古代研究的研究 武漢大學的教授 這個 丁尼 山東大學的教授 白雲 以及 香港新亞民商書院的教授 趙善軒對於物價史研究 可謂典型 這個2021年 他們將我都歸類了 是歷史研究 歷史學派研究經濟史的一個典型 典型者就是一個 學派的一個代表性的研究套路研究方法 所以這個都是 那些hater 無論如何 你怎麼說呢? 他們都是不滿意的 你引用的時候 你就說拋書包 不引用的時候 他就說你胡說八道亂吹 所以 沒有辦法討好所有人 所以對於老高 他們的評論 我就說他最後失了方寸 我是用一句點到即止 有些人就說我是寬容 現在他刪除了兩個回應 因為兩個回應都是太過強勢 有些絕裂 有些責任不在我方的態度 這個當然是不合當的 好嗎? 今天就是借這個影片 回應了老高 亦都說一下我拍影片的時候 創作的影片的時候 一些標準 一些態度 好嗎? 現在我就是旅行 旅行過程 不過現在天氣比較差 所以給大家看看 我現在在哪裡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我現在下大雨 我現在在瑞士山上面 這個就是內湖來的 一個內湖 都相當漂亮 天氣好的時候 昨天就拍了很多照片 我在Facebook上有放些照片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這個就是愛的迫降拍攝那裡 所以趙太太說一定要來看 我開了很久的車 在法國開了很久的車來到這裡 就特意為了去看個湖 在這裡住也很舒服的 在山上 再遠一點 那邊就是少女風 所以可以 不過現在煙雨來曼 歐洲天氣就是這樣 但是一會兒又會有陽光 好嗎? 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拜拜